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三百九十六集 张简直说到此处 后面有人笑着插眼 你呢 别羡慕我们大将军 其实大伙都很钦佩您呢 八十岁的人要补他背不脱 还能骑马跟着我们走在一处 这精神头可真了不起啊 都说圣上长寿有福 我看您呢更是老当一壮 薛思行赵承恩等将 骑马走在后边 听他们说的有趣 忍不住插嘴 不不不不 老朽随与主上同耕 哪敢自诩老当一壮啊 保时终日 无所用心罢了 张简直连忙回头白手 在姚令章 李怀远等六七十岁的人 纷纷至世的关头 他一个八十岁的老翁 游字不退 恐怕并非是无所用心吧 可是他偏偏这样说 老朽这辈子发迹甚晚 若非永昌之计考中置举 又蒙敌公错爱 言有今日啊 无财无德 有何傲人之处 跟魏公相比 差远了 静辉非常自然地接过了话茬 也不知魏公 在岭南过得如何 他摊上这一案实在是 他呀 不敢把话说得太明 行武之人不似文官那般谨慎 大多快言快语 何况这几位中年将领 都跟随魏员忠出兵放马 由此都已晋升 岂能不念魏公的好呢 赵承恩气横横地说道 魏公面对莫绰都未曾惧怕 竟栽在小人手里 提起此事便生气 唐有一日 二章落到我赵某手里 闭嘴 胡扯什么呢 薛思行比赵承恩略有心计 唯恐他招呼 赶忙喝止 可是眉宇之间 也已经露出了不平之色 静辉早已看在眼里 却再也没说什么 催马继续前行 张锦之却仍然和李多作 延续刚才的话题 春去花枝 何以改 可探光年不相待啊 老朽少壮入室 一生默默无闻 入京为官 不过这两三年的事 许多朝中显贵的身世履历 都不了解 就拿将军您来说吧 您早年因何发迹 如今您官聚三品 决志郡功 风期印子 忠明顶时 若追根溯源 这富贵由何而来呢 李多作的身世 朝廷内外近人皆知 张锦之是明知故问 李多作秉姓憨执 全然不悟 勿自低头回宿往事 他乃墨合肃墨不仁 祖上三代 即是部落酋长 自号黄头都督 后来归赴李唐 赐姓李 世袭乌蒙州都督 唐高宗总章年间 年仅十几岁的李多作 跟随父亲李变 到长安进见 从此被留在宫中 当了一名普通的侍卫 其实就是 帆国向朝廷 交出的人质 独在经中 无亲无故的他 也曾苦恼 却遇到了生命之中的贵人 高宗李治 十分看重他的勇武 更爱他为人坦诚 于是倾心栽培 先让他当了 执掌玉刀的牵牛背身 又拔入飞骑 继而让他跟随薛仁贵 裴行俭等将 东征西逃 在李治的关照之下 他解鹤为官 娶妻生子 立功尽绝 成为朝廷的高级将领 正因如此 黑水漠河叛乱的时候 面对同族和朝廷两难的抉择 他毅然选择了朝廷 就是为了报答中原王朝对他的恩责 也由此获得了女皇的信赖 虽然他得享大富贵 是在武照称帝之后 但是追根溯源 是李治给了他人生的转机 这份恩情永不忘怀 想到此处 李多座仰天长叹 哎 俺这一身富贵啊 皆是高宗天皇大帝所赐 张俭之要的就是这句话 连忙拱手赞扬 将军富贵不忘本 老朽愈加敬佩 然而 夸完此语 他又长叹一声 锤手摇头 似是自言自语 须乎 天皇二子受之于宁性 嫡孙都不能保全 可惜啊 可怜啊 李多座文听此言 双眉抽动 方才的得意之态 全然不见 虎目元征咬牙切齿 似是愤恨至极 张俭之和静辉瞧得清清楚楚 两人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长安三年十月末 盛驾抵达洛阳 朝廷又是一番忙碌 迁都关中仅三年 各官署刚刚步入正轨 官员的住房问题也才得到解决 现在又得折腾回洛阳 麻烦不麻烦呢 女皇不管那么多 继续跟满朝文武赌气 在此繁忙之际 又下令迁移三阳宫 趋至算来 时从三阳宫建成 还不到五年 圣驾只光临过一次 这样舍弃 岂不浪费吗 女皇要把三阳宫 整体迁移到龙门万安山 说是便于观瞻佛窟 但是满朝官员心里边都明白 这是因为啊 他衰老体虚 不方便再去松山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谁也不敢扫他的心 签就签吧 东关尚书刘芝柔 负责此事 调动经络 至高城之间的民夫上万人 把三阳宫拆掉 一砖一柱的运到了龙门 再重新盖起来 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迁移后的三阳宫 改名兴太宫 在此期间 女皇除了在凤臣府享乐 就是催促这项工程 其他的朝廷大事 几乎没有过问 而长安四年的春天 也并非是平安无事 恰恰相反 在领土和外交方面 接连发生重大事件 新年之际 家家欢庆 却有一人如丧家之犬一般 逃回了洛阳 那便是阿世纳胡瑟罗 有时之事早就预料到了 西图爵 均若陈墙的局面 早晚要出问题 但是女皇却未重视 胡瑟罗做事也确实不高明 在缺乏实力的情况之下 竟然滥失淫威 企图以此来重塑 可汗威望 结果 非但没能提高声望 反而是闹得群情激愤 仅有的那点亲信 也日渐离散 乌志乐 几乎完全掌控了岁叶城 胡瑟罗恐惧至极 连妻儿都抛下不管 带着几个侍卫 仓皇逃回洛阳 阿史纳家族 毕竟是正统的可汗后裔 在实性突厥之中 尚有地位 而乌志乐 虽名分不正 却握有大部分的领地和兵马 对五州王朝而言 这两者该如何取舍呢 一旦处置不慎 爆发叛乱 王孝杰辛苦收复的西语 可能再度丢失 经过群臣反复请示 女皇在享乐之余 终于抽空 做出了裁决 册封胡瑟罗留在岁叶城的儿子 阿史纳怀道 为西图爵实性可汗 乌志乐所作所为 盖不追究 毫不客气地说 这种做法就是掩耳盗铃 他既怕废除阿史纳事 引起骚乱 又怕压制乌志乐引发动荡 无论哪种情况 都可能导致战争 而他不想在有生之年 再动干戈 故而弄出这么一个 霍西尼的主意 女皇剩下的人生啊 只图享乐 麻烦就丢给后人吧 如果说对西图爵 仅仅是拖延的话 对东图爵的态度 几乎就是委屈求全了 这一年莫绰可汗 向大洲派出使者 是来求婚的 原来呀 莫绰又打起了 如意算盘 向南劫掠几度受挫 向西发展 又被强劲的乌志乐阻挡 还不如回到 联姻的老路上来 一者能从中原要到病理 再者能安稳几年 好好积蓄实力 故而他前世之洛阳 宣称仍艳将女儿 嫁到中原 并承诺送回扣押七年之久的五颜姬 但是有一个条件 五周和亲的新人 必须是太子 无险之子 如此苛刻的条件 女皇竟然答应了 还将平恩王五重福 义兴王五重郡 召入宫中 让突厥使者观看挑选 满朝官员大华 皇嫡孙五重润已死 四皇孙五重茂 还不满九岁 无险未来的皇位继承者 必在重福 重郡二人之中 如果不巧被莫绰 如果招为女婿 那日后大唐 岂不是要有一位突厥皇后了吗 那中原王朝孙岩何在呀 皇家血统 岂不混入外族血统了吗 可是 女皇不考虑这些 只要莫绰不再给她添麻烦 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至于皇族血统问题 反正乱的是大唐皇族 与她五周何干呢 突厥使者拜见二王 详细询问两人情况 又回国请示莫捉可汗 或许是喜事成双 突厥使者刚走后 吐蕃使者又来了 也是为了和亲之事 但是新郎变了 将要迎娶中原公主的 不再是气怒息怒 换成了赞普之子 赤德祖赞 还是一个怀抱之中的孩子 吐蕃使者称 这样的安排 是因为上次女皇 说公主们年龄尚小 现在 她们也换成小孩 这岁数就颁配了 而且赤德祖赞 是赞普唯一的儿子 将来必定继承大位 趁早结一对少年夫妻 有利于两国永久结好 使者千功至极 而且如约送来黄金两千两 两码一千匹 吐蕃如此诚恳 聘礼都送来了 再不答复 那可就说不过去了 可是 又该以哪位郡主和亲呢 群臣有些揪心 这次女皇可别胡乱许婚了 关键时刻 雍王李首礼解围 李贤之子李首礼 自太子册封之后 释放出宫 任太子司义郎 他恰有一个树出的女儿 刚满六岁 辱名换作奴奴 甘愿献出此女和亲 顺便讨好女皇和太子 女皇当即应允 于是将李奴奴过继给吴贤 算作太子第九女 也就是后来的金城公主 与赤德祖赞订婚 不过 这对夫妻年纪实在太小了 不适合完婚 于是定于五年之后 正式迎娶 在此期间 两国友好侍同亲家 吐不识者满意而归 这固然是一次成功的和亲 但是 有一个真相 多年之后中原人才知道 这次订婚之际 气怒息怒 已因病去世 继任的赤德祖赞才两岁 危机关头 气怒息怒之母 末庐赤马轮对外隐瞒消息 怀抱孙儿执掌国政 向中原求婚 以保平安 这可真是一个 红装耀眼的时代呀 日本的齿筒天皇刚刚去世 中原的大洲女皇 日渐衰老 而吐蕃却又开始上演 女人挽救国家的传奇了 当然 在进行这些外交大事的同时 群臣和二章之间的较力 仍在暗中进行 虽然未援中未贬 但是朝中仍然不乏耿直之臣 因女皇的庇护 直接对二章下手肯定行不通 那呀 就检除小人党羽 限定二章的能力 长安四年二月 群臣经过查证 终于搜集到李炯秀受贿卖官的证据 苏政台多名御史上书弹劾 铁证面前无可抵赖 二章也无法挽救 李炯秀随即被贬为卢州刺史 时隔一个月 唐修警上搜 却见朝廷误义 众内官而亲外职 所谴外任者 多是贬折之人 风俗不成 时由于此 望于台阁四间 挑选贤臣 分点大洲 朝廷确实存在 重视经官 轻视地方官的问题 而且由来已久 自李唐建国时便如此 女皇觉得这个建议 非常有道理 挑选台阁之臣 出任刺史 可以显示朝廷 对地方的重视 当然 具体选谁 他懒得管 就让唐修警安排吧 没几天的功夫 名单拟好了 总共二十人 为首的便是杨再思 这是变相碾人 杨再思本已被魏元忠 改认为东宫留守 哪知这一迁都又回来了 依旧整日恭维女皇 吹捧二张 唐修警此番奏役 固然是为了改善 地方政务 更是为了驱逐宁臣 对于群臣 这一系列的行动 二张岂会没有察觉呢 然而他们并不着急 魏元忠之士告诉他们 只要把女皇哄高兴了 那一切都不成问题 在他们热衷的提醒之下 女皇寄生平恩王五重福 为乔王 东宫嫡子已决 容生数长子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五重福晋升郡王的同时 又授予了从三品散计常事之之 二张想干什么呀 难道想在女皇有生之年 敲定无险的继承人 让和张家有殷亲关系的李重福 成为未来的皇太子 来确保他们长久的富贵吗 这样做又置无险于何地呢 太子妃为是眼见害死自己亲儿子的重大嫌疑者 如此风光又是何等的痛苦呢 但是啊 他们不敢反抗 连在二张面前流露出一丝不悦都不敢 因为二张影响着女皇的喜怒 而女皇掌握着他们的荣辱乃至生死 不仅是无险 向王五轮 太平公主也不得不向二张低头 五三四等人更是随着众文人逢迎吹捧 以求五家平安 任何一个朝代的政治斗争 太子乃至宗室都是至关重要的力量 而此时 朝中政治之臣在向南崇挑战 离五两家却顾及自身安危屈服奸命 朝臣们又怎么会成功呢 迁都之后的朝廷就处在这种压抑的气氛当中 不知不觉又至夏日 女皇宣布驾姓星太公 二张和凤臣府那群帮贤之人自然是不可或缺 而且还像四年前去三阳宫一样 带着太子梁王等人 但是这一次不是为了促进离五两家的感情 而是出于防备不留他们在京 好在龙门距离洛阳城很近 文武百官不用跟随 有事去星太公建家便客 刚开始大家觉得麻烦 但是半个月下来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女皇和二张离京啊 他们更自在 唐修景 维安石 姚虫也更方便去挖掘张家的罪证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